有一对夫妇已经结婚了四十年 已迈入了老年期 这个太太从结婚的第一天就开始 每一天都繁忙 家会遭遇想通 这数十年来 没有一天不挂立这个事情 有一天晚上 太太在楼上 就听到楼下有声音 就告诉她的先生说 你下楼去看看 当这个先生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小偷看到有人从楼上下来了 就夺门而出 那个先生就喊住了小偷 小偷请你留屋 请你务必要到楼上去见我太太 因为她已经等了你四十年了 我们看好像是蛮幽默的 可是你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去想 有一些人就是环瑙东环瑙西 那台语说无受不羁欢乐 就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都华力都不安 当然家家有很难念的经济 我们每一个人面对不同的问题 我们外人是难以去了解跟体会 有一些人没有办法面对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就逐渐逐渐成为他的压力 成为他的难处 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难题呢 那你想躲你就躲不掉 想要解决你又没有能力可以解决 很痛苦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WHO让很多人都有一些质疑 但是之前他们的一个研究 就指出了21世纪有三大疾病 癌症、艾滋症、艾滋症、跟忧郁症 这个是21世纪的三大疾病 我们刚刚读了几个前书五章第七节 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郁 借给上帝因为他固念你 我们的卫生署国界级 在各县市以抽样的方式来调查 国人忧郁指数来公布 结果显示15岁以上的国人 有8.9%的出现忧郁症状 那至少就有百万的人 他的心情是灰暗的 是超预期的 那其中女性有重度忧郁的比例呢 是男性的1.8倍 最预期的两大的一个年龄层呢 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 跟15岁到17岁的青少年 这是两大这个忧郁症的一个年龄层 无论整体忧郁的一个状况如何 但是老人重度忧郁的比例是8.4% 青少年呢 青少年呢 是8.9% 那我们这一些的忧郁症的状况 都高以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的 3%跟6.1% 所以每10万名忧郁症 他就有2.3%的一个百分比 他可能去救医 我们这样的一个医疗方面的一个医治 但是其他的呢 我不知道 忧郁症所引起的这个我们身体 这个官人的失能 以及因为忧郁症而引起的这个早期的夭折 就是一般来讲说 他可能这个青少年 他也因证忧郁症 他提早了 他的一个受命的人也结束 那这样的一个 一个两个主要的因素 忧郁症被公认这个21世纪 这个新世纪的三大疾病 那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而董事基金会这联系三年 他针对大专的学生 来进行忧郁情绪的调查 而大学生自认为严重到需要 寻求帮助的比例高达25.7% 至于那个忧郁症的原因呢 大概整理出来 他还有15% 认为他遭遇的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讲不干净的东西 就所谓说 他觉得他好像 叫班女啊我身被鬼附造 或者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邪理 附身了 这个占了15% 认为这样 有25%呢 认为是针对着未知的一个状况 未知的状况不明 而好像有那个力量在掌控 他心里面有一些惶恐不安 忧郁症即身为三大疾病之一 除了普遍性以外 他所造成的伤害 到底情况是如何呢 这个有这个忧郁症的人 如果是一个父亲的话 因着忧郁症而影响他的工作表现 他可能这个家庭主要经济的来源 那因为忧郁症的一个状况 他被裁养 这个浅家就出现了生计上的一个问题 如果忧郁症者是家庭主妇的话 那他一定没有办法把家事做好 连带的夫妻的感情也适合 还有呢也影响他的子女 没有办法专心的来上课 这种种 更有一些因为忧郁症而 他心里面的惶恐 就借久交愁 那又久来 排除这个忧郁的状况是什么 借久交愁 就愁更愁 最后可能赶上了毒瘾 或者更惋惜的就是 他必须的冲动 限制了自材 来结束他的生命 我不晓得在你的周遭 或者说你本身 是不是对于未来的一些事 而产生了一些不安的恐惧 然后到了一个也不知道的一个状况 而对我来讲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会成为一个叫做 重度睡眠障碍的人 那个时候就十几年 大概一天他睡了 三天好睡 甚至联系好几天都没有睡觉 那个时候仗着自己是年轻 就不在意这个事情 可是有一次我那时候我还在众爱堂木会 众爱堂就到了那个桃园北斗上 有一个休闲的农场去办活动 然后我就走在那个独命桥上面 就感觉到摇晃 然后就吓掉下去了 那是一个池塘 那基本上我不会害怕说我吊到水泥木器 因为我会游泳 游泳的技术还不错 我就啊掉了就掉了嘛 就有伤害 可是我摆思不及 为什么我走独木桥的时候 会出现身体摇晃就掉下去了 是不是风力要大 是没有啊 到底是为什么 我基本上都想不出 为什么我会出现身体晃动 然后就下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有一次我带主持 我联合的职位会在开会 那一天的清晨 大概差不多三点左右 我竟然吸不到空气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怎么那么痛苦 我吸不到空气 然后我就坐起来 在那个坐着祷告 然后来就把我抬开教室 告诉他说我要走了 然后他很惊讶 他就把电灯打开 看着我整个脸都是红色的 他问我说你怎么了 我告诉他说我吸不到空气 很痛苦很痛苦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太太就去把儿子孩子 跟我们一起倒掉 倒掉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好像 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气通了 我就跟他们讲 通缘的东西睡觉 我们要继续倒掉 然后那样的一个好像有气 又好像吸不到空气 那个感觉就这样 这个起起伏 然后那一天的职位 后有一个姐夫子 先 先糟糕 我说我大概往半个小时才会办 然后我到了以后 他们一听说我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中有一个 有一个职位 就是有一个 幸福 他是被选为实行委员 他就直接打电话给他熟悉的 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个医生 然后就用行动电话 我就跟那个医生来对话 他就在问诊 然后他跟我讲说 刚刚说我听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建议你要马上到大医院去挂急诊诊 你一定要马上去大医院挂急诊 很好我想一想 然后我就到马街 到马街 然后我就去马街挂急诊 正好松山堂有一位那个姐妹是马街的副理站 他就协助了 那一天的一个检查基本上都很出力 因为那个急诊部的主任一听说 阿长来了 副理长来了 他们以为我是那个副理长的站的夫 哇就特别的特别的一个关注 那个急诊部的主任是他来处理我的这个棍诊的一个状况 然后旁边的牧师就告诉这个主任 主任主任他是阿长的丈夫 阿长的丈夫